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就是帮忙我叫那些还没有进来的学生 所以我还看到还有些学生还没有进来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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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是两条的话呢 就像个你的课本里面的话 它就是叫做 Sister Chromatids OK吗 然后至于Homologous Chromosome的话呢 它指的就是 一个是来自爸爸 另外一个来自妈妈咯 OK吗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分类 所以这一点 你们需要知道 所以在Prophace里面 它的解释呢 你必须要用到 Sister Chromatids 因为它的Chromatids有两条 两条Bind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 Sister Chromatids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 Both Sister Chromatids Are joined at the Centromere 所以Centromere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讲 你的这个Chromatids OK 你的Chromatids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圆圆的东西 OK 好像一个ribbon这样 绑着它的 这个其实叫做Centromere OK 无论它是 一条Chromatids也好 或者是 两条Chromatids也好 我们就叫做 Centromere OK 所以通常呢 如果我们要计算 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个体 它到底有多少个Chromosome呢 比如讲 比如说我们人类 有46个Chromosome 所以我们要怎样算呢 我们就可以跟着 它的Centromere来计算 比方说 有时候考试 它会直接给你好像一个细胞 然后里面呢 就是给你一堆的Chromosome OK 一堆的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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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它就叫我们计算 它里面 到底有多少Chromosome 所以我们要怎样计算呢 我们就看它的Centromere OK 这个中间圆圆的异力 无论它是一条也好 两条也好 我们就用Centromere来计算 它到底有多少个Chromosome 所以这个细胞里面 它就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所以它就是五个Chromosomes OK吗 然后或者是呢 它也可以出 另外一种的题目 OK 比方说 这一个 我在画新的异力 细胞 OK 所以呢 我就画一条Chromatic就可以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OK 所以这一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 我们就只是单单算 它的Centromere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所以呢 这里它就是会有六Chromosome OK吗 所以呢 这一个Centromere呢 其实就是帮我们容易计算这一些Chromosome的Number 所以呢 它无论是一条也好 两条也好 其实它就是一个Chromosome OK 因为它为什么一个Chromatic 然后这里会两个Chromatic呢 因为它Undergo Interface嘛 之前不是有教过你们Interface嘛 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叫做S-Phase DNA Replication 所以呢 它就把这个Chromatic 复制成 变成两个Chromatic去 对吧 所以呢 本来它就是一条Chromatic 罢了的 它复制它变成两条去 所以呢 我们在Prophase里面 你就会看到 它变成一个好像蝴蝶形 这样的Chromatic 就是这样了 OK吗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 然后呢 然后呢 刚才我们就是会有看到 就是它有这些Centrio OK Centrio 所以其实呢 我们细胞里面 我们就是会有这些所谓的Cytoskeleton OK吗 我们就是会有这些所谓的Cytoskeleton 所以呢 这些Cytoskeleton呢 其实就是我们细胞里面 类似像他们的骨甲一样 骨头一样 就是要Support他们的 所以Centrio呢 其实就是它其中一个 OK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Cytoskeleton 更加详细的话呢 其实你们可以去上网 search一下 OK 所以Cytoskeleton 它其实是有三种 大完全部 所以Centrio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OK Centrio呢 就是其中一种的 所以呢 这个Centrio呢 其实就是我们细胞里面的 Cytoskeleton 就是类似 好像他们的骨头这样的 所以这些Centrio呢 其实它就是会 生出 Spindal Fibbles 看到吗 这些Spindal Fibbles 好像那个八角仪的 触角一样 所以这些Spindal Fibbles呢 它就是会 connect to 这一些 Chromosome的Centromia 所以这一些Centromia呢 其实就是类似 好像USB port这样 它就是让 这个Spindal Fibre的USB connect跟它 就是接着它 OK吗 所以Centromia 其实不单单是可以让我们计算 Chromosome的Number 它其实也是用来 Connect跟那个Spindal Fibre 然后至于为什么要Connect呢 等一下 接下来的Face我就会讲了 OK吗 所以这一个Stage ProFace呢 它其实 它就是会讲到 Chromatin 它就是会Shorten 或者是你要讲的话 就Condense也可以 你要讲Condense 浓缩 所以你可以看到 Condense 或者是Dightly Coy 所以这一些Presentation Slide呢 我其实是有放在你们GC里面的 这一些Slide 其实我就是 从去年的参考书拿出来的 OK 它的解释 跟你们今年的课本 其实大同小异 就只是不太一样之罢了 它就是Condense 然后Dightly Coy OK 然后呢 这一些 你看 Two sister chromatics Joint at Centromia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 Spindal Fibre Begins to form Between Centrials 因为Centrials 其实就是 会Form 这些Spindal Fibre OK 所以呢 Centrials 它就是会Migrate to Opposite Pole 看到前面的 你的Centrials 就是会Migrate 去Opposite Pole 无论是左右 或者是上下 随便你 因为毕竟细胞 它的那个 位置 其实是不一定的 所以它就是会Migrate to Opposite Pole 你要讲Morph 也可以随便你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你的 Nuclearless 或者是Nuclear Membrane Disintegrate 就不见调去 就Exposed Chromosome 跑出来 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 前期 Pro Phase 所以这个就是 Pro Phase 然后呢 过了Pro Phase 过后 其实 这个 Metosis的步骤呢 我希望的就是 你们可以去YouTube 还是看一些图 它其实就是 有整个Processor 因为呢 它Metosis 它就是有一系列的Process 你看那一系列过后呢 你才会比较明白一点 你先看了Video过后 你才来阅读的话 其实你会比较明白 因为字呢 它其实要解释一样东西的话 它就是长话 就是长篇大论的 那一种的 所以你看了呢 可能你会Confuse 所以呢 我建议的就是 你先看 这个Metosis的Animation 了过后 看完了呢 你才来去看 它的Description OK 所以呢 刚才我们就是会讲到 Pro Phase 所以Pro Phase 过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到 Meta Phase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Pro Phase呢 我们就是会有 Spinder Fibre了嘛 OK Spinder Fibre start to form 然后过后呢 Meta Phase 这些Spinder Fibre 就是会Connect 跟Chromosome的Centromia 你可以看到 它会Connect 跟它的Centromia 看到 连着Centromia 连着Centromia 所以呢 你这一些Chromosome呢 它就是会排列在一起 排列在哪里呢 它就是会有一个名字 叫做Equatorial Plane Equatorial Plane 所以呢 它就是会Align In a Single Row On the Equatorial Plane 所以这一个呢 Meta Phase 它其实就是 最明显的 就是你的Chromosome 就是会排列在一起 无论是直直也好 横横也好 所以都可以 因为我们的那个细胞 其实是可以转来转去嘛 所以呢 这个Equatorial Plane呢 其实它还有 另外一个名称 你也可以用 我们叫做Meta Phase Plate 所以我们也可以叫 Equator of Cell 或者是Meta Phase Plate 这一些词 这一些字 其实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叫它 Equatorial Plane 你也可以叫它 Equator of Cell 你也可以叫它 Meta Phase Plate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Stage呢 它的Keyword 就是你的Chromosome 就是会Line Up 在你的细胞中间 在这一些Plate中间 然后呢 你的Chromosome 其实并不是有次序的排列 你可以看到你的课文里面呢 它就是红蓝红蓝 不是 它有可能可以 红蓝蓝红 也可以蓝蓝红红 所以呢 它就是Random Arrange 看到 所以其实你们的课文里面呢 它有少很多东西啦 所以呢 我才建议你们就是 你们的Senior 如果考完了SPM过后 跟他们讨那些参考书 比较好 对啊 因为在这里的话 你的课文里面 其实它没有讲到的就是 你的Chromosome 其实并不是 有次序的排列哦 它其实是Random排列的 就是说 不像跟这个 红蓝红蓝哦 它有可能蓝蓝红蓝 红蓝蓝 蓝红蓝 或者是红蓝蓝红都可以 Random 所以呢 我才会有这个词 Chromosome Arrange Randomly At the Metaphase Plate 看到 所以它就是会跳来跳去的 它不是一定的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Metaphase Plate的 解释咯 OK吗 所以我才来讲 就是记得记得 去跟你们新年讨回那些 那些参考书 如果你不要的话呢 你可以先暂时买啦 买去年的参考书咯 毕竟其实它的课文里面的 point啊那些啊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这一次就只是加多几个字 罢了 对吧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哦 所以 这个就是Metaphase哦 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进入 Anaphase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Chromosome开始分裂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的Spin的Fiber 它Spin的Fiber Contract 就是说 它拉我们的Chromosome 分开它们 分开它们 一开始 我们的Prophase Chromosome就Condense OK 就是说 从Chromatin变成 Sister Chromatics OK 然后Nuclearless 跟Nuclear Membrane Disintegrate 然后过后呢 Metaphase 它就是会arrange at the center 或者是你可以叫 Equator of Cell Metaphase Plate 可是它们是arrange randomly 排列在一起哦 然后after that 我们就会进入 Anaphase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Sister Chromatics 被分裂 分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 Spin的Fibers Shorten Contract And the Sister Chromatics are attracted to Opposite Bose Cells 然后呢 Anaphase ends When the Chromatics Arrive at the pole of the cell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Sister Chromatics 就变成Chromatics 就是它分裂了 所以它就是会 Sorry 它就是会把它们 拉去 那个Opposite pole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的解释 也是一样 从之前的 那个 课文那边 找 拿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一个呢 之前的课文呢 他们称这个Chromatics 为 Daughter Chromosome Daughter Chromosome 所以呢 毕竟你们今年是 第一次考新版本的SPM 所以呢 多多少少呢 他们的schema 他们的问题啊 多少 它不会变到很多 因为 它有可能 是会跟着去年 差不多一样这样 因为一时之间 它不可能全部都改到完了 所以呢 我suspect 它的初题的 pattern呢 多多少少 都是会跟我们去年一样的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 Anaphase它分裂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 Chromatic 这一些Chromatic 我们就称之为 Daughter Chromosome 所以它怎样被分裂呢 它就是被这一些Spinder Fibers 这一些Spinder Fibers 它Shorten 然后Contract 然后就把这一些Chromosome 拉去Opposite po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那个细胞 开始差不多要分裂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 已经变掉了 形状差不多要变了 所以呢 这个Anaphase过后了呢 我们就进入 Last 最后一个Stage 我们就叫做 Telophase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GIF 所以它就是完完全全 把你的Chromosome 拉去两边了 拉去两边 所以拉去两边 过后呢 我们的Nuclears 我们的Nuclear Membrane 它就是会Start Forming back 它就是会Start Forming back 然后我们的Chromosome 它又在采散 变成Chromatin回去 然后你的Spinder Fibers Disappear 等等之类的 这一系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Telophase的时候呢 它又在好像打退 就是变回 Prophase之前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拉去了 它Nuclears Form回去 Nuclear Membrane 也Form回去 然后它的Chromosome 本来是Condenser 它又在采散 变回Chromatin 然后当然 Spinder Fibers 就是会慢慢地 不见掉去 所以这一个 就是叫做Telophase 所以详细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 Chromosome start to Condenscore 或是revert 可以变回 Chromatin的state 然后呢 Spinder Fibers Disappear Nuclear Membrane Form Nuclears Is Reformed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些Description 其实 跟你们的课本 差不多一样 这一些都是来自于去年的 看到 来自于去年的 所以我才来讲 大同小异而已 所以这个Telophase 它过后 它就是会 Follow by Cytokinesis 所以这一个 整个系列 Metosis 从P-Met Prophase Metaphase Anaphase 跟Telophase 我们其实就是叫做 Kyokinesis 就是之前第一个的 Kyokinesis Kyokinesis 就是Division of the Nucleus Kyokinesis 指的就是 Eidermetosis 或者是 等下过后 会叫的 Metosis 所以我再回来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 Telophase OK吗 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 before我进入 下一个部分之前 下一个stage之前 就问一下你们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是会 慢慢的进入 Cytokinesis OK 所以 这里的话 Nucleus is reformed In each Nucleus Telophase stage is followed by Cytokinesis 然后呢 过后 这个其实就是 你的课文里面的 OK 课文里面的 只是呢 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 它的那个 什么啊 它的那个 Telophase 这里 它有一点点 好像很奇怪 只是呢 我在这里呢 我就强调一下 其实如果你们 上了大学 还是更深入 一点的话 这一些每一个stage OK 它其实是 真的是有细分为 Pre-Prophase 跟Post-Prophase stage的 OK 只是我们的课文 我们就缩短了 就直接把它当成 是Prophase 然后当成是Metaphase 其实呢 这一些每一个stage 它们都是会有 Pre-跟Post的 Pre-Metaphase 跟Post-Metaphase 所以就是 有前 有后 所以呢 在学的话 其实就是会很乱 所以我不建议 你去深入 OK 所以在这里的话 它的图 这里会有一点点的 误导 所以这个图 我建议你 不要去看它 OK 你要看的话 就是看你的 那个stage里面 就可以了 因为怕越看越乱 所以我只能讲的 就是它有可能 是会有Pre-跟Post 所以这个我就不提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它的Cytokinesis 所以我相信大家 之前我们 你们学到的 那个Animal Cell 跟Plant Cell 它们其实在 根本上 Animal Cell 是会有Central 前面的这些Centrius 它都是会 Form Spindor Fibers 这一些细胞 其实我们都是用Animal Cell 你看 它其实都没有Cell water 这些其实都是Animal Cell 然后只是呢 如果我们回去Plant Cell的话 Plant Cell本身 就是没有 Plant Cell本身就是没有Centrius 然后呢 However Plant Cell它们也可以 自己制造出 Spindor Fibers 目前为止呢 其实还没有很多Study 就是帮我们理解到 它的Spindor Fibers 怎样出来啦 OK So far呢 我们只能知道的 就是Plant Cell它们本身 虽然它们没有Centrius 可是它自己也可以刺激 然后生产出Spindor Fibers 你看 所以这一些 你要知道啦 Plant Cell是没有Centrius Animal Cell是有Centrius的 OK 只是呢 它们两个都可以 制造得出Spindor Fibers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Cytokinesis between Animal Cell跟Plant Cell OK 所以呢 Cytokinesis 其实就是 Division of Cytoplasm OK Division of Cytoplasm 这一个Stage呢 它其实就是要把 你的细胞 完完全全分裂 变成两粒 OK 因为之前的Metosis 也就是我们的 Gaiogenesis 它就只是 纯粹分裂 我们的Nucleus 罢了 看到 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是会分裂 变成两个Nucleus 只是呢 它并不是 变成两粒细胞 你看它细胞 只是变成形状 其实 supposedly 它还是一粒 同样的细胞 只是它还没有 完全分裂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到 这个Cytokinesis 来完完全全 把这个细胞 一分为二 所以呢 我们来看 它到底是怎样 before进入之前呢 我先 pick一个人出来 然后我就是需要 你们来回答一下 它的次序是怎样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SPM 其中一年的问题了 OK 所以呢 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四号嘛 所以我就 pick 第四号 学生 是谁呢 所以你可以打开 麦哦 第四号 来 第四号 第四号有在吗 哈喽 第四号 第四号有在吗 哈喽 第四号有在吗 不在 来 来 所以第四号 等一下我再来问啊 所以呢 我们再来问 呃 我就随便抽一个啦 呃 就四十二号 四十二 四十二有吗 四十二号 哈喽 四十二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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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四十二号 哈喽 老师听到吗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哦 快点 十二 老师听到吗 哈喽 哦 讲话了 可是我没有听到他的 没有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小声啊 太小声了 再讲多一次看 哈喽 哈喽 老师听得到吗 啊 可以 可以 你是 你是四十二号啊 啊 对啊 OK 来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你说他的次序是怎样呢 就是我如果叫你 sending order的话 是怎样的 啊 啊 我想一下 啊 NM K L 是吗 是这个吗 N吗 啊 对 N M 然后 K L 对啦 所以就NM KL啊 所以等一下 第四号 还有一题给你哦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其实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第四号 第四号有吗 谢谢你哦 第四号有在吗 啊 啊 啊 他卡着 OK 因为现在那个时间还少过一分钟了 啊 所以 等一下他会突然间断掉了 所以没有办法了 所以第四号等一下我过后才 我才问他 然后二十号有在吗 二十号 所以二十号你就回答B咯 就可以了 B是什么答案 二十号 好啊 所以等我一下 我看 B是什么stage呢 如果我听不到的话 你可以在check里面写答案给我的 什么答案呢 嗯 嗯 谢谢大家